中国刀塔尔职业联赛的比赛直播 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AMS 大家好 我是解说Fergen 本次比赛将在虎牙 斗鱼 火猫 哩哩哩哩 为大家带来全程精彩赛事呈现 同时也要感谢特别合作市区MAX家 以及以下合作媒体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DPLCDA正赛的比赛 没错 那其实今天的两个BO3的话呢 第一场是VG对阵SAG 对 两个队伍的话 一个是老牌强队 而一个是算是这段时间星星崛起的 一支比较实力不错的队伍了 对 在SAG和RNG进行24号位互换之前呢 SAG是在决赛中3比0战胜过VG的 没错 但是呢 在那个决赛之后呢 他们的状态也是受到了新版本更新的一些影响 然后在状态下滑之后 他们是和RNG进行了一个人员互换 互换之后呢 应该说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 是的 他们人员互换之后呢 就是可能之前的一些打法和阵容 都是要做一些调整的 对 之前对那个圣子华链采访的时候 也问过他为什么SAG在夺冠之后的成绩不好 然后他觉得主要受影响的还是因为 版本更新之后BP的改动 因为他是BP手 更新之后呢 BP变成了一个232的BP 然后他们呢 当时比较擅长的一个英雄就是海明加发条 没错 自从他们这个海明发条被很多队伍发现一二半半掉之后呢 他们其实就很难拿出像他们之前那么有高胜率的阵容了 所以那段时间他们的胜率比较低 没错 但是因为最近这两天也是刚刚版本更新过的嘛 对于英雄的更新其实是比较大的 对 所以可能今天的一些阵容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试水吧 对 这两天的比赛我发现很多队伍还是 就比较喜欢在阵容的时候搞科研的 像昨天那个星辰就科研力把这个成哥的卡尔 然后失败了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目前的一个比赛积分情况 IGV呢是垫底的第十名 然后接下来是天安星第九名 E-Home也是第八名 IG第七 RNG第六 其实他们这几个积分是都一样 只是说场次不太一样 对 不过我们主赛室呢 它是一个十进八的赛制 所以说以目前的积分来看 天狼星和IGV可能就是要被淘汰了 第四 CDC和SAG是一个并列的第四名 嗯 VG现在是榜首 对 前三支队伍也是积分一样 然后就是因为 小分的一些差别 VG可能总体胜率更高 所以目前是第一 是的 但其实战绩都是6-2 大战绩都是一样的 那这场其实VG打SAG呢 我觉得他们实力上可能VG稍微领先一点 然后昨天我也是看了VG和天狼星的比赛 昨天应该是新版本第一场比赛 然后VG呢对于这个版本更新 它的跟进还是非常快的 对 他们是用了一个版本比较强势的三号位小骷髅 加那个小鹿的一个组合 是的 这是一个成本非常低的组合 然后那一局的话呢 也是VG前期劣势 在中期的话 依靠这个小鹿魅惑 小骷髅吃怪 形成一个很难处理的一个局面 就是小骷髅中期吃一个小鹿满级魅惑的怪 应该能达到3000左右的血量 然后本身还有一个不错的攻击 所以说那个组合应该是VG挺快的开发出来了 因为版本上午刚更新 下午就打比赛 目前今天的一个对阵情况 VG第一场对阵SG第二场的话呢 是在七点钟 E-Home对阵RNG 这两个队伍目前他们的积分也算是比较接近的吧 那今天第一场比赛你是看好谁 看好VG吧 它毕竟是榜首嘛 尊重一下 对吧 是 其实我也是会比较看好SAG 看好VG说错了 因为昨天看他们的比赛表现就像你说的 他们是比较勇于去尝试一些新的阵容 而且有一个不错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对于VG这样的队伍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一方面是适应能力很强 一方面是个人实力也摆在那里 对SAG呢 最近的BP还是在想找一些新的东西 就是他们最近是开发出了一个五号被虚空 就是他们虚空是可以一五摇摆的 对 但是他其实在五号被虚空第一次拿出来的时候 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配的那个四号被凤凰 然后中路来的是卡尔 对 但是在后面再选的时候就没有起到那种效果了 是的 第一次肯定是最好用的 后面对方会研究你这个套路 没错 那今天的话第一场比赛也是已经开始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SAG上来是搬掉了小牛和POM 而VG这边是继续版VS女王 延续了上个版本的一个半人风格 对 这个版本英雄更新呢 它的改动地方比较多 然后总体来说是一次增强 但是大概的英雄不是很多 只是把一些英雄改回了原来的那个经典模式 像小骷髅 混沌骑士 雪魔 美杜莎 就又改回了原来最经典的一个版本 SAG这边上来是四号位凤凰 加上凤凰加海明 但他们凤凰拿出来 感觉可能更多的还是会让弦乐去玩吧 对 那这样海明的一个位置 他们这个凤凰是肯定是四号位的 绝活凤凰 基本不会动 但海明的话他们是打过三号位的 五号位倒是比较少见 应该是OP的海明了 对 他们之前那一套五号位虚空 就是配三号位海明 四号位凤凰 中南卡尔的 是的 然后一号位是配了一盘先知 配礼盘水人 先知赢了水人输了 我觉得他配先知配水人 就是首先一方面先知他个人 能力线上比较强 所以五号位虚空他前期不需要帮太多 对 稍微能够给到一点输出就能够配合几杀 但水人就不一样了 而且圣子华链的水人就相较于他那个 TB敌法来说玩的不是那么的顶尖 没错 VG上来一手是选择了拉比克 拉比克加先知 抢了一手先知 今天VG也没有继续用这个小鹿小骷髅了 VGGAMING 禁用英雄 敌法师被绊 VG的话他的carry位上面聚约者还是 TB水人玩的相对比较好 禁用英雄 蝙蝠骑士也被绊掉了 嗯 新版本你觉得除了扫骷髅扫鹿 还有哪些英雄是你觉得可能加强的会比较多一些的 加强的比较多 就你觉得这个版本会比较好用 其实我觉得雪魔应该是可以用的 雪魔 因为雪魔又改回了他原来那个 一技能可以增加技能伤害 所以雪魔配合像宙斯这种英雄 应该是有登场的机会 但是感觉版本更新之后 大家好像 就是时间适应的时间太短了 所以目前的选人跟上个版本基本没有区别 差不了太多 对 其实还是一样的 主要的英雄还是一样 因为他没有做 他没有做英雄的大改 都是数值调整 然后也没有新英雄 天赋上面的一些改动 对 寿王水人被绊 这边是绊掉了小娜家 绊了一个比较好打先知的英雄 其实SAG这局 可能依然还是会考虑 虚空假面这种英雄 是的 可以考虑一号位虚空 虚空假面呢 他也是天赋上做了一下调整 拿到TB了 这SAG自己搬了水人 然后VG又搬了猴子 这样好打TB的英雄呢 就不算特别多了 那就只能是去选一些 法系爆发比较高的一些中单吧 对 其实SAG这个阵容配虚空宙斯还是不错的 但是VG还有一手5号位可以选 VG5号位可以选到一个比较强的反手英雄 毒狗 神域 都可以 这都是比较克虚空的英雄 乌妖先补雷手5号位 对 那这样就是一个3号位海明 5号位的乌妖 确实有可能配虚空这个阵容 跟虚空很好搭 嗯 我觉得VG这一手需要选一个反手英雄啊 他选一个反手英雄出来的话就不怕对方选虚空 如果这手不带反手的话那VG这个阵容还是怕虚空的 他这会儿不点后面也点不到合适的就是用反手救人的英雄了 对 就这一手最好是出个反手 而且毒狗神域跟TB都是比较搭的 我觉得拿个毒狗挺好的 对 毒狗还能用大招驱散一下无妖的兵甲 是的 考虑的有点久 嗯 这手其实能想的空间不是很大 他这一手肯定出5号位 然后对面 两个大哥连点 只要VG这一手酱油不是反手酱油 那SAG就直接选这个虚空宙斯 然后后面就可以搬掉一些英雄了 对 想这么久 不过其实SAG他们之前也是 干扰者吗 虚空来了 这手这首VG没选反手其实是有点风险的 对 SAG这手点虚空他后面还会被搬掉两个英雄 其实可以考虑 如果说宙斯被搬的话 甚至卡尔也还是可以继续考虑的 嗯 VG应该是搬宙斯卡尔 但是搬宙斯卡尔呢会放SAG的活女 他们中单是绝活活女 而且你看SAG马上搬TA 因为VG他最后他这一手想了这么久 没有选反手英雄 他就是觉得这个阵容 他可以在中期结束比赛 因为这个阵容打到后期的话呢 SAG这个阵容基本上虚空照谁谁死 VG是救不了的 所以说VG最好是能够在中期结束比赛 卡尔被搬掉了 所以他选了一个相对来说进攻向的将 有萨尔 这样的话在中期会形成一个杀人之后呢 配合先知和TB推塔的一个节奏 嗯 没错 那这样的话VG中单应该是一个 类似于死亡先知的英雄 也是一个在推进的 搬了船长 那这样就是活女跟宙斯会放一个 其实不管放哪个SAG都可以接受 这两个人打TB都比较好用 搬的是宙斯 请VG给你 找紫猫 紫猫 嗯 赛特苏的紫猫 前两天看他确实打得很好 嗯 不过紫猫这个英雄呢 跟虚空假面不是那么搭 其实这个阵容最好还是配一个那种 长手的英雄搭虚空会比较好 这样虚空只能是跟酱油的技能去配合 他是跟四五号位配合的 然后一二三号位呢 三个核心是进展 但是紫猫可能就比较灵活一点 嗯 还是对于中单之神的紫猫 比较自信吧 是的 帕克 也是一个打猫系英雄的经典英雄 这样的话 这个阵容我觉得 因为VG他这一手萨尔不带反手救人 所以说我觉得SAG的阵容 其实中后期是比较好打的 就是虚空假面这个大招只要放得好的话 辅助很好跟技能 对辅助很好跟技能 而且他也确实能够杀到人 嗯 这里VG没有什么救人点 VG这个阵容就非常需要打出现优 然后中期主动进攻 不过他们这个阵容推起来确实是挺快的吧 有那个先知和TB TB有变身 配先知的树人什么的推起来还真的挺快 对VG这个阵容呢 萨尔和帕克前期的杀人能力很强 然后先知支援之后的推进能力也比较强 是 所以VG也有VG的强势器 而且这一局拉比克其实也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在 SAG的很多阵容 很多技能他都是偷到很好用的 对 这把VG是一选拉比克 这还是比较少 也算是比较自信的一个选择 对 这还是比较少见的 一选了拉比克 拉比克先知 这个双列也比较厉害 两个长手 但是SAG他们其实之前拿的阵容也是属于这种 打团很厉害 但是很容易被打散 对 一旦是被打散了 像这一局有先知这种英雄 他分开带线 先知帕克一直带线 把你的人带散了之后再去抓你的人 就很容易形成这种以多打少 对 这个SAG的阵容呢 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偏中后期大招流的一个阵容 所以前期的话 他们是以分散发育为主 然后尽量就是避对方的强势 然后VG呢 他们前期会比较主动 因为他们前期有非常强的流人能力 有萨尔的P是帕克的大招 包括先知的随时支援 所以前期应该是VG会比较主动 就看VG的进攻节奏把握的怎么样 这把阵容其实我觉得差不多 对 都有的打嘛 只是各自的强势点不在一个时间段而已 是的 我是觉得这个阵容 SAG后期会比VG要厉害 团战比VG要厉害 对 因为VG没有反手 打虚空假面没有反手的阵容 还是容错率偏低一点 昨天VG是那一盘 小骷髅是打谁来着 天狼星 对 他们昨天那一盘其实也是这样 天狼星我觉得他们打团 就是比VG要厉害一些 但是就是被带伞了之后 后来发现这个小骷髅 也是他们没法去处理的一个点了 是的 VG这样的强队 他的抓机会能力肯定还是很强的 他胜子华联换了个工会啊 原来他那工会名字叫爵士高手 哈哈哈 然后他那个工会是他自己创建的 现在是整股专家 从爵士高手到整股专家 链子哥经历了什么 他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选手 三号位海明 机枪兵的海明一般都是力量甲腿 双护腕战股出装啊 就是中期非常的能打 是可以帮虚空假面扛入局势的 之前看圣子华炼玩虚空是出点金手的 他最近应该已经是连续出了三次点金手了 点金手虽然说版本来讲 便宜了100块钱 但是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拖的道具吧 对就是选手出的还是少 但是他在那个没便宜之前就开始出了 那讲道理便宜之后应该没有理由不出啊 所以SAG这个阵容呢 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打架四宝一 这也是一贯以来他们的一个风格 对 中路帕克第一波冰卡的比较好啊 这紫猫也是回头先吃了棵树 再上线 不吃棵树上线感觉有点 遭不住啊 嗯第一个远程兵还是反补到了 哎 而这个第一波 补刀手感不太好啊 只补到一个刀 对 哎 啊 啊这里上路巫妖应该是埋伏了一下啊 第一时间没有去下路 然后配合这个海明打了一波 一级比较强势的进攻 拿了TB的一血 啊而且TB刚才是焦变身死的 那就有点伤了 对那是有点伤了 不过他们这个阵容其实也算是一个打架四宝一了 嗯 这TB呢他是属于前中期能打往后拖他也能打的一个英雄 是的问题就是在核心的队位上啊TB打虚空啊其实后期来说是虚空比较好打的 就看这个虚空经济还有这个TB的经济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有巨大的经济差的话那还是有机会吧 对 拉比克这个位置有危险啊 无妖有应该有下一发诺啊 啊应该是死了 人头是Ride Panda 小熊猫 哎这波萨尔这个走位 框了一下 然后队友过来稍微帮他掩护一下 嗯反变一下海明 但是三号位海明体质很好 已经是一个护案在身上了 虚空甲面是很早就拉了一个点筋手啊 已经想好了一个中期没我的剧本了 因为这一把他跟TB打的话他确实需要肥才可以啊 对他不肥的话其实还是如果虚空比他经济比这个TB经济差很多的话我觉得也没法打 对这一把虚空打TB呢这个虚空甲面需要出到疯脸BKB金箍棒三件套 打TB才有优势 有蜂脸提供攻速然后BKB保证自己输出环境加金箍棒对于TB的输出 在这三件套出来之前他有可能会是罩住人杀不死 对 但是都出来之后呢这个成型了很厉害啊上路DI又死了 这个凤凰加海明的双猎在野区萨尔还是很危险的 萨尔这个酱油就是典型的欺软怕硬碰到这个比自己弱的抓的打 碰到比自己厉害的也很容易死还是比较脆吧对 线上SAG是3比0 哎这里复活来中路想动一波紫毛伤害不够啊 方帕克灌了一波瓶但是这个紫毛现在很难受 4分钟这个服他必须得控到才行 他这个状态应该是不好控的他现在需要一个灌瓶 但是没有人死没有人死就没法灌瓶了 哎凤凰漂亮过来强行控了这个幻象符 然后紫毛过来掩护一下 下落杀了一个乌妖然后合到这一波应该是互相撤退 萨尔还想往前追等下一个垫他没有视野了 对够不到了是的 乌妖这一波死呢其实是不亏的因为马上可以帮紫毛灌瓶了 这个紫毛是非常需要一个灌瓶的 这紫毛都笑死了还终于死了 对他乌妖甚至有可能就是故意死 哈哈哈啊没灌到什么情况 这这这可以说是白死了 哈哈哈也不算白死吧替紫毛贴了一个大药 然后马上可以吃赏金斧还好 他应该是tp的时候已经往外走了吧 嗯没注意啊这个还比较少见 他肯定是往外因为我之前也有过一次 我我没注意到我我往外走了一点 然后就离开了全水的状态对吧 然后再踢过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能再灌瓶了 嗯 这样服也是VG控的多 嗯而且萨尔过来让凤凰空到这个神服 这样子猫是没服的 然后萨尔替走 这个子猫好难受啊虽然说补刀是有的 就好在刚刚给他贴了个大药 对贴了个大药自己还有大药 混到六级还是没有问题的 巫妖是属于前妻在辅助里面 还算是线上比较强势的英雄了 对他技能比较厉害 对前妻只要芒果够多 这个巫妖是很厉害的 技能强 但是巫妖这个英雄的强势期很短 他基本就是15分钟以前比较强 15分钟以后他就很弱了 讲道理一个英雄他一个辅助 前妻强就行了对吧 前妻强保住大哥肥 后面就交给大哥了 哎这一波子猫想过来吃福 被花个框住 三个人伤害够不够 补一手举又没有 再补一手沉默 好像不太够 差了一点 但另外一边海明配合自己的两个队友 是又收了一个先知 对这一波危机三人合到集火 子猫没有杀掉 然后下落先知落单 海明一本TP 杀了先知 不过海明T下呢 也是让TB的压力得以减轻 上路TB是空补 哎这波拉比克有危险 没太注意啊 其实海明T下他是知道的 这个线肯定是 现在战谁都挺危险的 他这个只能躲海明不在 海明只要在的话 动他手必死 是的 这个多死这个拉比克 就比较亏了 ICG5比1 激香兵海明全场最废 但是除了海明以外 剩下的234就又是VG的选手了 对 总体来说差距不大 子猫中路还是稍微被限制到了一些吧 嗯 TB三系带啊 可以安心进野了 让辅助去线上补一下等级 嗯 帕克这局是要选择 直接出跳刀去带节奏的 对 这一盘也需要他打架 两边都是打架四保一 是的 差不多 这里海明是还在下路啊 上路线是放给了凤凰去补等级 直接开始带节奏了 七级海明 他在这个时候很强势 对 两刀 一个残鹰 哇 单杀了 这一波帕克有点大意啊 因为紫猫这个残鹰 帕克是躲不了的 他放残鹰只要瞄得够准 帕克这个下面转移也没有用 转移了出来还是要被吸 直接被紫猫秒了 这可能就是中丹之神吧 这波有点大意了 放了波没传走 下路虚空有大 乌妖也在 对 海明也在 差不多 这个先知往前走就有危险 就看他往不往前了 还是没动 他可能是觉得这个位置 就先知站的位置 如果动手的话 离塔还是比较近的 下路何道眼看到海明的位置了 海明再往下走 先知应该有警觉了 就往回走呗 对 然后飞出小树人过去探探视野 下路机枪兵看杨的走位 应该能判断对方是有眼的 但是眼是在左边 他右边放了个真眼 小树人都过来看你了 你应该心里有数啊 我知道你在了 帕克也是来到下路 对 这个时候其实海明可以跟巫妖开个雾啊 开个雾去找一波别的路的机会也可以 帕克过来其实也是被眼看到的 这样的话 SAC的人也会选择往后撤了 是的 大家心知肚明 心照不宣 看到先知还是动一下 这一套打的真的挺痛的 真的是挺疼的 虚空一个大招 换血吗 呃 TB没学换血 对没学换血 照住了虚空假面 伤害差一点点不够 这子猫的伤害好高啊 TB直接被秒了 这一波VG有点崩啊 而且帕克的位置好像也有危险 雪球 撞到了 帕克极限传走 萨尔TP反流人 看能流谁 他不舍敢流 这子猫回头了 嗯 这里VG也没技能了 这一波TP参团 然后被杀非常的伤 TP过来 你就看到他的血是 瞬间就减少一大半 哎 萨尔这个位置 跟先知两个人找到凤凰 凤凰是有弹的 一本两本TP 凤凰可以变弹反打 直接是滚萨尔 正面凤凰在脸冲先知 弹出来 先知溜了 萨尔也溜了 那这波还行 骗了个凤凰弹 但是刚才TB那一波死 还是挺断节奏的 没错 而且子猫经济已经来得到全场第一 嗯 一会把子愿做出来 像有子猫这种英雄的话 VG这边 他出了子愿之后 像干扰者这种英雄还是很怕他的 对都很怕 VG除了TB之外的人都很脆 没有什么前排 一个很肥的子猫 可以搅得VG天翻地覆 而且VG这个阵容呢 如果打架不带TB的话呢 他输出也不是很高 这波冲塔了直接 凤凰是没有弹的 对凤凰是没弹 但是巫妖有大 这个大伤害是非常高 直接是甩死了先知 剩下一个干扰者 放一个大招 他是有大没框 还是交大了 杀了一个海明 一换一 这波SAG冲塔稍微有点凶 紫猫来了应该能收割 多收一个 干扰者现在看到紫猫真的头疼 对现在打架的话呢 VG有点打不过SAG啊 主要是因为VG这个阵容 他没有人能吃伤害 SAG呢 他是既有伤害也能吃伤害 三号被海明出的是肉装 然后紫猫本身也是一个进展 那VG是四个远程 都很脆 没人能吃伤害 他们又没有那种先手一套 把人直接秒的能力 下路这里开始 把人是逼到了 TP过来了 200P 哇 这仙芝可能又要死了 他传送在CD 感觉这把VG打得有点 迷迷糊糊的 就是他们这样冲塔 其实是没有伤害能杀人的 然后TP也过来 TP又没有变身 这仙芝跟拉比克都没伤害 白跑一趟 对 这样冲塔对面只要TP TP反打 VG肯定接不住 对VG的节奏非常差 帕克跳刀 这里TP变身应该快结束了 散场区的钱刷完了 再等一波野怪的刷新 从现在开始TP最好 就是不要再死了 不然他这个经济 可能会跟不上徐空 徐空点进封脸刷的是非常快的 而且他没有压力 他连鞋都没出 点进手之后 直接裸了一个封脸 又买了个加速手套 身上戴的是打野爪 他支持一套极限发木装 他这局主要是前期 这个海鸣还有紫猫 能够给他提供这样一个良好的刷钱环境 对 这波帕克萨尔开悟 撞到了虚虹假面 虚虹直接照大 照住了萨尔 卖了卖了卖了 只能卖只能卖 这波圣子花链反应也是很快 加上路还可以顺势形成一波破塔 VG的一波开悟 VG只能下路集结 看能不能换个塔了吧 应该是 这波应该是打不了了 还要来吗 帕克这传过来了 那有点危险啊 两刀 凤凰再冲过来 帕克这里好像没什么逃生的地方了 最后一个波被吸死 这波危机就更迷了 这萨尔都死了 然后TB也没变身 也不可能来 然后奥日还是上去放了他的技能 这技能放完之后 自己基本就必死了 他们其实只能是 这会儿先稍微避一避 或者说想办法去带线换塔 对 主要是刚才这个情况 判断一下肯定是 打不了的 没错 紫毛满状态全技能 这样VG经济落后4000了 有点不好打 本身这个阵容往后打呢 就是ICG团战厉害 现在VG这个阵容前期 打架有没有打过 就比较难了 萨尔原地放了个大 自保 然后留一个瞥视 想留人 瞥回来 接框 拉比克偷了一个紫毛大招 这两兄弟输出一点不够看啊 海明根本就 不怎么掉血 视野也给排干净了 萨卢帕克 其实帕克这会儿打架一直在死 收益好低啊 对 也没有补到多少刀 经济已经很差了 这一波紫毛紫苑第一波开悟很强 打先手是可以直接秒VG的人的 现在这个紫苑紫猫配合海明战斗力太强了 VG正面应该是根本接不住 没有人接得住 对萨尔还没大这波 只不过找人这一波呢 没有找到 但是TB 会不会往这边走呢 有可能 他变身还在呢 只不过找人没有找到 顺势转中路来推进 下路VG顶线 顶到二塔 虚空准备过来收 拉比克又是过去做了一个塔后的眼 然后直接TP走了 还好溜得及时啊 紫毛已经动手了 前面留住了帕克应该是 但自己被萨尔反框大 海明是带紫毛过来找萨尔 帕克一个大招 打不了 我觉得还是只能卖队友了 对 VG没输出 他们现在打团不带TP是没有输出的 但是他们又不可能 这个时候直接带TP开悟打这种进攻 TP要刷钱 不可能跟他们打进攻节奏 而且TP也没有变身 所以VG只能带线分散发育 没什么别的办法 这里眼卫是看到了TP啊 紫苑过来打 伤害够吗 这TP还挺肉的 这伤害肯定是不够的 对 伤害是不够的 这样反打了 这里先知紫苑第一波 拉比克举接换血的输出 配合帕克一个沉默接波 漂亮 赛速深入给了一波机会啊 VG反打TP变身 但换血用过了 这怎么办 很脆弱 没有人反手可以救他 对 直接死了 凤凰这个弹 还是做到了先知 运到了这边的先知 同时后排晕住了萨尔 萨尔跟先知 应该是都要死了 先知紫苑一下 自己往塔下走 海明不好跟技能 先知留了 这个紫苑给倒了 嗯 但这波VG还是很亏啊 他们的TV死了 而虚空假面 根本是不参团的 这种不参团的虚空 然后队友还能打赢 完了之后 他出的还是什么点金手 对 他出的还是纯刷装 这种虚空是最爽的 点金疯脸 嗯 这把等虚空刷到 BKB进步棒 应该就结束比赛了 这TB又死了一次 他的经济应该是很难再追上这个虚空了 这把其实双方阵容都是四宝一 但是明显IC技会打的比维基要好 维基很多这个进攻的 这个时机把握都很不好 而且都是那种比较明显的 这波又开悟 想找中路的人 海绵跳大 搂起来了一个拉比克 凤凰一个减速直接冲塔强杀了 然后这里TB 中紫苑西柱 一套虚空交大 一个撇式 撇式回去了虚空 TB 能换血出来吗 TB 换队友 还行 没死 这波好在萨尔一个极限撇式 把虚空撇回去了 虚空没有BKB 这个撇式那可太关键了 对 不然的话TB是必死的 TB再死一次就 就崩了 崩了 真的 这波是反杀了紫猫 然后自己换队友血没死 很关键 VG这个阵容呢 他想救到被虚空罩的人 只有通过出虚灵刀这种方法 他是没有反手的技能可以救人的 然后面对一个这么肥的虚空 你想通过撑肉的方式来 让自己不死也不太现实 要么就是自己打先手 要么就是用虚灵刀救人 这两波紫猫是死了两次 断了点节奏 先知稍微刷上来一些了 对 星际差回到了4000 帕克也更先的吹风 现在是SAG呢 需要稍微的稳一点 下一波虚空BKB的那个大招 一定要放好 VG一波开悟 这波开悟是虚空没大 三人开悟直接是探对面的野区 先做视野 看到了一个旁边的人 紫猫 萨尔框大帕克沉默 拉比克举加帕克大 控制拉满 伤害拉满 乌鸟这个大招 在这两个人中间弹了一下 对 但是伤害被分担 正面先知传过来 紫愿 单杀乌鸟 然后虚空假面蹦进来 虚空假面是没大的 有一个干扰者 那应该可以杀的 对 能杀一个萨尔 杀了两个酱油 自己死了一个中单 这波还是VG转了 虽然说是二换二 但肯定是VG转的 对 因为TB没有参团在发育 然后自己也没死核心 下路的这个凤凰 应该是被紫愿按到了 对 这波仰打得很灵性啊 TB现在看到一个凤凰之后 先知直接传过去了 对 上路打完 利用先知这个英雄高低机动性 直接是跑到下路 把这个对线的凤凰杀掉了 而且这样子的话 他们下路这个塔 是可以利用TB的变身 和先知推一下的 可以摸一下 因为这个塔本身 也不是很满了 这波SAG没有塔包 可以直接推掉 这波还是非常舒服的 破了一个二塔 这样还能抢前上 是的 前期的这个经济 又是被打回到直立 先两千的SAG这边 对 这一把就是 其实中期SAG 一直是节奏很好 但是刚才那一波呢 虚空焦大 没能杀掉TB 以至于这一波虚空没大 然后中间紫猫连续阵亡两次之后呢 紫猫的装备跟不上 这一波被打了个先手 紫猫三连死中期 他这个BKB是慢了很久 他紫愿其实出的挺早的 对 紫愿很早 而且节奏很好 但就是中间连死了三波 因为他没有BKB的话 干扰者帕克这种 对于他的限制还是太强了 对 VG这里三手沉默 下一波SAG是要找一波打团了 就是虚空更新BKB之后呢 要依靠这个虚空凤凰双大 打一波团战 这段时间VG还是打回来很多 哇 羊 4000块存款再考虑装备啊 他想直接裸个血迹吗 太暴力了吧 哎 开悟的虚空看到了帕克 直接照 对提前照 这个没有逃生空间 虚空的话还是考虑再出电锤 其实这盘 我觉得可以直接出金箍棒了 这个时候出电锤 显得稍微有点偏小件了 金箍棒昨天更新之后 也是稍微涨了点价 得稍微跪了一点 但还是比较好的 对吧 我觉得他金箍棒蝴蝶会比较好 虚空较大 那ICG可能还是要回来再刷一会 先知考虑一下还是更新了BKB 这样的话正面点弹是有了一个保证 因为TB没出BKB TB是转冰眼了 局势缓下来 TB转冰眼 然后先知出BKB 这样主要是让先知来负责点弹 先知如果BKB的话 下一件出强袭会比较好 这样跟TB形成一个双合 又一波 又是开悟这边已经遇到了 但干扰者是先阵亡 因为这海民已经有BKB了 对 这一波是动海民 但海民正好BKB第一波 直接是反杀的一个萨尔 波死的是萨尔的话 倒是还可以接受吧 就是VG又少了一个误 帕克在出A仗 这里ICG应该是在等这个紫猫的BKB 等紫猫BKB之后呢 ICG有一波这个三合BKB的强势期 利用那一波强制袭打团 打赢之后空盾 是ICG的主要节奏 VG呢就还是要等TB的装备 我这段时间先知的节奏很好 先知是打了两波收割 经济也起来了 还在考虑出装 想出金箍棒 其实我觉得他出强袭会比较好 整体呢算是一件攻防兼备的装备 而且对于打弹是有帮助的 虚空想到先大电 感觉大电锤现在 就这个版本来说契合度 没有金箍棒那么高 虚空其实出金箍棒收益很高的 他本身又需要攻速 对前期先把那个 1000块钱的东西先买出来 对 VG应该物不是很多了 可能要刷一会了 虚空快要大了 这里ICG可以开悟 也可以等子猫BKB 子猫BKB应该差的也不是很多了 差一点 等子猫BKB之后 ICG是一定会开悟的 而且这一波是非常强的 对 能扛在前面的英雄 他有BKB一开 VG这边是限制不了的 对 选择直接进来空盾吗 直接进来空盾 这波空盾的话VG可能知道 但是并不好打 虚空有大招 肉山团 就打正面团战 这五人团战VG还是差点意思 对 肉山这个地形 虚空凤凰还是太厉害了 对的 这个盾应该只能放了 哎 先知刷大 打低了对面两个人的状态 虚空蹦了一下 两个半血 萨尔强行进来放一个框大 想骗BKB 子猫先就要BKB 单杀萨尔 他框大到了两个 可是没有人能跟上输出啊 这一波ICG状态不好 先知顶脸直接飞 紫苑巫妖开BKB输出 虚空假面 正面输出先知 开封脸没有交大 打出被动的晕 打死了先知 先知是选择出的BKB 对 然后一个凤凰弹 配合虚空招大 完美控住两个人 不过虚空假面 BKB开的晚了一点啊 拉比克偷了一个虚空大招 帮TB罩了对面的人 反打海民 换血出来 但是顶不住虚空的输出 先知买活也是稍晚了一点 虚空再追TB TB要死了 反手一个倒影 被虚空敲死 虚空三杀 先知收割了正面的奇遇人 虚空又蹦了进来 拉比克举 交给了后面的酱油 没有举虚空 TB也交卖活了这一波 这波威技是要拿这个盾 想卖活扣盾 对 他拿这个盾 先知传前排想留力吃 没找到 微光 微光隐身无敌了 这矿的时间很久啊 不过没关系啊 他紫苑在接一个偏视 这个巫妖还是要死 TB赶紧回去把盾打了 这一波威技交了 先知跟TB的两个买活 一定要拿这个盾 算是用买活 打了对面一波大招流 哈克也买活 等于是三合买活 哈克也买了 这波巫妖也交买 SAG想打 但是明显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之前那个盾 被他们打的低过血量 他也不是第一时间就买的吗 可能是看凤华快活了 想看能不能来得及买活一下 对 可能忘了这个肉杉不是满血啊 这一波威技三合交买 拿到盾 怎么说呢 也不算很赚其实 经济上是不太赚的 拿盾之后呢 可以让TB再过渡一个装备出来 这段时间其实 SAG等一轮技能可以主动出击 因为现在威技三合没有买活 回顾下刚刚这波 其实一开始干扰者 匡大到的两个呢 他都是有BKB的人 那也没急着开 因为没人过来跟输出 对 就是把他们两个人状态打低了 然后打出了紫猫的BKB 这 先知这一波飞脸 还稍微有点太冒进了 对 他BKB完全不顶用啊 这虚空敲他 对 虚空咱们没交任何技能 就把先知杀了 然后凤华变弹跟虚空大 形成了一个很好的combo 但很可惜 虚空他大理没开BKB 被拉比克是先控了一下 对 被拉比克举了一手 然后拉比克反偷虚空大 罩了海明加凤华 TB换血反打 拼死了海明 海明这个BKB等于也没开出来 是的 所以这波拉比克很漂亮 然后虚空是把TB打死 就恨自己没有再多一个换血 这波危机是三合交买 虚空大电锤蝴蝶 不出金箍棒 虚空这一套刷的真的快 对 刷的是快 但是 金箍棒其实对于他输出的提升 还是比较高的 虚空这个阵容里面 一定要保证 他大的那个人要打死才行 就是他大一个对面的核心 开BKB这个核必须死 如果他大的那个人 杀不死的话 那虚空大结束之后 其实 SASG后续的输出 就不是很高了 他已经不像中期那样 海明 紫猫甩一甩技能杀人的时候了 到了后期就是要靠虚空的物理输出了 就是虚空大的人必须死 帕克的A杖差个800多 嗯 等到帕克A杖更新之后呢 紫猫就很难发挥了 紫猫就被限制的比较严重了 甚至虚空都会被限制 限制金箍棒 这个先知也肥起来了 现在正面有点变成 危机的双炮台 先知加TB双核打虚空单核 下一件 这个先知还是要考虑把那个强袭给做出来 对 这里海明已经转工具人了 啊 三号被海明前击打架很厉害 但是到中后期呢 这个这个英雄 其实海明也可以打物理 但他没有没有那样选择 海明打物理就是出那个 暗面 对 出暗面 其实伤害也很高 但是他还是选择出工具人装备 跳到勋章 那这样的话 海明本身刷的是很慢的 他经济是起不来的 天徽军团全面加固 三十分钟的服 先知是把这边的吃了 但经济已经是被VG拉平了 因为先知跟TB刷的比 SAG双核要快 还有一点就是 SAG其实抱团的时间会更久 而VG是散带的时间会多一些 海明背声不开 对 开BKB留住先知 凤凰再过来 想再传送 BKB应该快要结束了 补一首吸引带走 先知是不能买活的 这样的话 SAG应该是可以中推一波 这不过他们已知先知买不了 所以也比较大胆 两路一起推 TB是买了个BKB 哎 橘 调皮啊拉比克 撒粉 但是其实没有队友能跟技能 嗯 虚晃一枪 是不是想骗骗看 这个 紫毛的BKB 嗯 他真开BKB你就死了 哈哈哈 直达鱼克身后一个人都没有 虚空下一波蝴蝶 海明大勋章 以虚空目前的装备啊 开大招开BKB 嗯 转天堂了吗 哈哈哈 这个出装 为什么要出天堂呢 这一把 他出出环境这么好 这把虚空开大 开BKB是 是完美输出环境啊 他居然不出输出 转出了个天堂 只能说华链哥的想法还是不太一样 而且紫毛他下架应该是会补羊刀的 好像我看到 嗯 就等于队友会给他出这种控制装 对也等于队友没输出 所以他是 他必须要补全输出 他一定要出输出啊 哎这波危机开悟 帕克大招A仗大 应该是A仗大住了 紫毛开BKB TB的输出很高 拉比克偷技能啊 直接是把紫毛带走 没有办法 这紫毛在TB面前肯定是遭不住的 对 主要是他被控到了 完全走不了 帕克一仗大第一波 杀紫毛下路顺势推进 下路的塔是没了的 嗯没有兵线这波 抓紫毛的线不好 只能是继续刷钱了 二塔没了 上高地肯定不好上 呃虚空想打这波 再举一下这边的海鸣 那海鸣 BKB有的 直接往前冲萨尔 虚空找到TB被秒吹风 绿杖一下 虚空又被沉没了一下 虚空这个大招怎么放 BKB招住TB真身配方王变弹 看一下伤害够不够 反正天堂虚空伤害并不够 打不动这个BKBTB 这波反打 哎 先知又飞到虚空脸上直接死了 先知是想飞那边去打蛋的 但是被虚空跳过去给截住了 其实这一波TB被赵明显死不了 先知是不用去处理那个蛋啊 这样TB被留 而且变身结束了 没有BKB有换血被吸了一手 能换出来吗 买活直接被控到死了 换不出来 TB死了 没有了这两个核心 这正面怎么打啊 这波先知飞的位置太差了 本身虚空那个大招已经是 打不死TB了 然后先知飞到虚空脸上死了 他想去A蛋 嗯 可是没有考虑到他被控一手怎么办 他自己也A不掉 是 哎 这里海明被带到了双子塔 帕克又交了第二个A张大招 留住海明 海明的位置要被点死了吗 猎人制考师在救 在给一手威光 极限救了回来 又哭了个P4 海明还没死 一个海向神拳 又中了一个风雷之鸡 被塔砸了两下 最终还是电死了海明 这个时候就英雄没有输出 靠塔来打 哎 虚空跳过来敲死一个萨尔 先知还有13秒 主要是TB的独秒时间太久了 TB上一波是买活的 这波算是买活死 这一路 只能靠技能耗 先知火了 华克再消耗一波 先知刷大 再一把电 还在消耗 虚空一个蹦回了很多血 身上还有这个高级血灵之火 靠这个树救一下 救不到 再吹风 再接个查一吸 这路肯定是没了 再护一下 因为TB还有18秒 虚空肯定是够拆的 哎兵线呢 来了 再框一下 不让A2 再吸 这个虚空也好难受啊 这里大招开始反打了 虚空被罩住 不能用跳 赶紧吃一个高级血灵之火 然后 凤凰变弹 TB T脸 这波要打 危机留人 有没有撇射 撇射人死了 拉比克往重腿再往前跑 这凤凰也是TP走掉 再往前吹 吹风留住一个巫妖 这个应该是可以杀的 但是只留到一个巫妖 还是被迫了一路高地 拉比克偷到了凤凰蛋啊 这样下一波 危机这个团战是可以期待一下 帕克加这个凤凰蛋也是可以 稍微掩护一下 对也能形成combo 而且这个combo是 是SAG很难想象的 虚空更新了金箍棒 应该是卖点金了吧 还没卖 他把疯脸拆成金箍棒 这紫毛觉得不对劲 改了个盘子 对不然这个帕克的A张大太限制他了 现在紫毛其实这个装备 输出已经不是很高了 主要还是看虚空的输出 然后就是看虚空凤凰这两个大招技能的配合 这里肉杉已经刷新了 这一波拉比克是有凤凰蛋的 而且这个时候 SAG还少了一个人 对 巫妖40秒 再独秒 那这波VG是可以直接过来控盾 已经来了 传过去了 SAG没有意识到吗 好像没有 都在下路 肉杉附近既没有视野 也没有人 也没有交扫描 这个盾直接让了 直接是让VG白控了一个肉杉 其实如果是能够早意识到的话 他们这个团战还是可以接一下 是的 这一波好亏啊 盾奶都被拿 这样的话SAG不好打了 因为他这个大招流 就最怕对面有盾 至少带盾这段时间VG是随便打 这个TB就无敌了 我有盾 你不可能杀我两次 你只有一个大招 这TB可以冲锋陷阵了吗 对 诶 想搞一下TB的盾 看交什么技能 海明交大 帕克反流住 还真交了 对 TB起身之后 虚空有大想杀TB两次 虚空照大提前照 TB是开启了BKB 凤凰交变弹 拉比克也交了变弹 而且虚空两边没开BKB吗 他TB开过了 被帕克吹风断了一手 先知过来输出很高 先知把这个盘子打出来了 但是先知自己也很脆 一手举到了虚空 奶酪吃一下 在吃奶酪顶满 跟虚空刚正面 TB有点危险 TB被秒了 而且乌鸦这个大招 在两个人中 弹死了两个人 把先知跟帕克全弹死了 帕克买活 海明在减少拉比克 拉比克往重腿 再蹦一下 溜走 再跳走 拉比克是溜了 可是现在的问题又来了 就是又是先知和TB阵争亡 嗯 不过先知还是点死了虚空的 残局的时候呢 先知和TB都没有BKB的时候 巫妖这个大打出了一个很高的伤害 先知跟TB 他的血量还是不是很高的 打到残局还挺怕巫妖大这种高法系输出的 叶眼下塔已被摧毁 子猫那个盘子刚应该是手动合出来的 残血的时候合了个盘子 看也没先知直接点死 看一下这波团 上来是子猫 虚空 先打TB的第一条命 主要是虚空这个BKB开的不好 他第一波这个BKB基本是白交的 是的 这样他起身罩住TB之后呢 中间BKB结束了 然后就被吹起来了 对被吹起来了 不然这个TB应该是可以被敲死的 然后虚空拉扯回来 先知传到了一个角落里面 输出了一波 但是被盘子抵消了 可是 又顶奶酪 再点 强行是在拼这边的虚空 但是TB这边是被这个 凤凰家乌妖的法系伤还带走了 然后这波帕克还交了一个买活 哎 回来一看帕克已经死了 那帕克是买活死啊 又少一个人 感觉是被海明跳大了吧 海向神犬 对这个跳大还是挺难防的 跳大接个残印帕克就死了 这样的话危机经济落后有点多了呀 经济落后16000了 TB下一件金箍棒 这样先知TB输出是有 但这两个人都很脆啊 而且上一波带盾的优势 哎 这波直接冲到高地 两段大招 直接切死拉比克 拉比克也没得买 萨尔框大留住两人 盘子是先被打了出来 嗯 没有盘子 虚空已经护过来了 虚空是暂时还没大 10秒快 马上大了 那这样这一路危机不好手啊 凤凰又是买了个刷新球 有点厉害这个凤凰 这路只能放了 这凤凰太肥了 这凤凰比帕克还肥呢 嗯 这帕克中期死的太多了 而且帕克交过两次买活 两路 虚空有大 甚至可以去推上 因为拉比克还有70秒 而且他们知道拉比克是买不了的 而且帕克也是没得买的 对都是已知买不了的英雄 直接拆 这里危机没有人能吃技能 这三个人没有人 没有人能吃虚空大 谁吃谁死 撒旦被杀了 嗯 虚空撒旦被先知点掉 但影响并不大 正面超级兵肯定是出了 先知飞过来吃技能 照不照先知 海明交一个跳大 杀先知甚至不太需要虚空大 凤凰选择变弹掩护超级兵 超级兵已经出动了 撇失了一个海明 没有什么用 没有人敢往前顶 没有人敢吃技能 帕克来了 大助三个 但虚空是有大的 这里TB并不敢输出 中了个天堂 在这边C 而且凤凰有刷新球 还有弹 这波团危机是很难赢的 紫苑给到了 紫苑 紧BKB看一下找谁 先输出一波TB 发现打不死 TB 跟限制两个打 这个变虚空 还是反手照住TB 凤凰刷新变弹 TB BKB结束 被敲死了 叽叽 叽叽 这样恭喜SAG 最终还是拿下了 BO3的第一局 是的 也可以看到 打到后期的话 这个虚空大招 确实还是 比较难以处理的 这一局 我觉得可能SAG 他们前中期打的 确实是挺好的 对 他们前中期的节奏 明显是比VG要好很多 没错 然后VG的话 中期利用几波 对于紫苑的击杀 其实把局势打回来了一些 但就是到后期 他们还是 没法处理虚空正面大招 配合凤凰弹的 这一波大招流 他们只能通过买活 或者带盾来扛 是的 还有就是 我觉得可能这一局 VG他们的阵容 拿了就确实是没有前排 导致前期 是没有人能够扛的 入这边伤害的 对 他这个阵容就是一个 剑走偏锋 他必须要打出优势之后 打对面的先手 他要先杀对面的人 如果杀不了对面的人的话 让对面打先手 他这边就没有人可以吃技能 谁吃那一套谁死 只能靠买活打 所以中期VG 也交了几轮买活 但这样的话 他的经济就很少 而且TB带盾那一波 没有打出一个很好的效果 对 TB前期也是比较早的时候 来参过团 然后参团那一次就直接死了 对 这把TB的节奏也不太好 上路第一波 交变身 先被对面拿了个一血 然后下路那一波 交变身打团 又被对面杀了 所以TB这一局 整体经济 一直都是被虚空压一头的 虽然圣子华链出装 他是出了个天堂 可能自己输出没有那么高 但是他这个技能还是厉害 就团战只要他大招稳稳地放出来 再配合选越一个五解肥 凤凰在后排跟蛋 这个团VG是接不了的 他们这个团战就是除去凤凰 和这边的一个虚空假面 这还有一个乌妖 乌妖躲在后面 他如果说等到你BKB结束 这个大招甩出来 也是能够起到一个不错的效果的 对 就是这个团战 你可以看到VG应该是 没有点爆过一次凤凰的蛋 是 凤凰变蛋跟虚空肯定是经过沟通的 要么就是他先变蛋 你来点蛋我照你的人 要么就是虚空照住人 他补一个蛋 这个蛋肯定是能落的 所以凤凰团战基本都死不了 所以凤凰也很肥 最后出了刷新球 那个正面其实VG已经达不了了 这局 感觉最后补的这个帕克呢 有点扛不住局势 他不肥嘛 就是VG的选人 他最后两手 其实是可以转成这种容租率很高的阵容 对就是可以去最后四手点人的时候补一个五号位的反手救人点 对 因为他前三手是拉比克先知TB 正常来说呢 他第四手选一个毒狗或者神域 然后中路选一个敌批或者龙旗 这个扎实一些 站得更稳一些 就这个阵容它是能够劣势翻盘的 或者说后期也可以跟对面抗衡 但他最后选了一个进攻向介绍萨尔和进攻向的中单帕克之后 他这样选人如果中期一旦没有优势 后期就很难翻盘 因为他团战就没有对面厉害 对 帕克这局其实也挺难的 他前期应该是只出了一个跳刀 然后就一直想带着队去打架 但只有一个跳刀的帕克还是挺容易阵亡的 对 因为VG这个阵容呢 他在对线不优的情况下 其实他的输出并不高 对面是一个肉装的三号位海明 然后他这边 拉比克先知都是那种偏收割远处甩小技能的英雄 对 其实伤害主要就是一个萨尔框大跟帕克的技能 就这两个人有伤害 所以感觉VG就阵容选出来之后呢 他最后两手转成萨尔和帕克 使得他们的阵容容错率整体偏低 那下一局的话可能还是需要稍微做一下调整 而且会感觉他们VG好像在第一局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打的是有点迷糊的 对打的不好 对 他那前面有几波那个进攻都找的很差 印象挺深 有一波帕克在上路 当时那个塔肯定是守不了了 他还上去剥了一下 然后自己死了 对 因为那会他们就是唯一的这个最主要的核心 是在下路的 对 然后他们上路人也不骑 就上去动了下手之后 发现自己回不来了 是的 前面的这个劣势是感觉VG状态不好 但是VG其实中期好像是逐渐找回来点状态 他后面先知金箍棒 然后帕克A仗出来之后 还是找了一几波节奏回来 但是没办法 主要是因为他们这个阵容后期跟对面这个阵容差距比较大 对 即使他们就偷到了一波肉山 然后那一波团战 TB盾 先知奶都用了 也没能打过 对 他们偷到 其实两次带盾 一次是三个核心买活 去把盾控到了 也不是很赚 只是说稍微给自己拖了一点时间去发育 然后后面那个把盾跟奶酪拿了 在下路直接打了一波团面 对 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正面团战 其实SAG明显是就比VG要好打了 我觉得这一局他们要赢 可能就真的是只能带线牵扯 然后把人带伞再去抓人 对 而且就是他后期如果说团战想赢SAG 他一定要发挥的非常好才行 是 而团战中呢 其实羊的先知有几波那个传送都不是很好 他是好几波都是位置冲的有点深了 对 打盾那一波 他交买活那一波 就是先传到四个人脸上 开BKB被虚空蹦过来直接敲死了 对 然后中路那一波呢 他又传到了对面那个凤凰的 当时虚空是罩住了TB凤凰变弹 他想传过去点凤凰弹 那其实肯定他自己点不掉 因为没有人可以帮他 然后传过去之后呢 TB其实没死 然后他自己被敲死了 下路那一波他也是传过来打那个子猫 但是子猫是有盘子 然后他被海明一老拳也搂死了 因为先知那个出装呢 他是出了金箍棒没有出抢袭很脆 他就不能挨打挨打就死 对 他那个时候 其实他传肉栓那次应该是BKB刚出来 对 但是他会发现他即使开着BKB 也面对这个虚空和海明两个人的输出的时候 也是吃不消的 对 他不可能跟虚空打正面 对 他不能传到那个就是虚空蹦过来 就可以打他的一个位置 而且他传那个位置呢 虚空蹦过来 队友还救不了他 对 队友在肉栓坑的右侧 对 他传到左侧那个边上了 所以传的不好 是的 总的来说可能选手有时候就是 下午第一场比赛就是有时候状态也是不在线的 VG这一场就挺不在线 很不在线 就至少跟他们昨天的表现发挥来讲 我觉得是差的 对 但是昨天打的队伍也相对来说实力要差一点 弱一些